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遇到的太阳系以外的不明飞行物 狭长的形状,不规则的运转方式,奇特诡异的飞行轨道 它到底是一个自然天体呢?还是无外星文明发过来的一艘飞船呢? 科学界对此争论不休 大家好,我是大胖 咱们今天聊个特有意思的,真正意义上的天外来客 奥默默,奥默默是夏威夷语,翻译过来大概意思就是远道而来的实者 为啥说这玩意儿是真正意义上的天外来客呢? 其实呀,装在地球上的陨石,小行星,各种彗星夺了去了 但各位要明白一点,咱们认知意义上的,目前已经发现的全部地外天体 几乎呀,全都是来自于太阳系内 真正太阳系以外的东西,在奥默默到临之前 人类文明是没有见过的 甚至根本就不确定到底有还是没有 如果说,咱们所看到的太阳系外的全部景象 只是投影在天幕上的录像 整个太阳系根本就是楚门的世界 你都完全没办法去反驳这句话 因为自始至终,人类从来没有走出过太阳系 也没有见过太阳系以外的东西 直到奥默默降临到地球 那么奥默默到底是什么呢 大概其就长得这个样子 不过要做个说明 这幅模样是通过观测数据 加上一定程度的猜想,模拟绘制出来的 并不是说这东西切实就长这样 而且它到底是不是陨石 小行星都还不确定 甚至有大量证据表明 这家伙呀,就是个外星飞船 前后花费了几千万年 来太阳系匆忙逛了一圈后 直接加速逃离 对于它的加速,众说纷纭 也是最难解释的地方 莫非在这玩意儿上面装有引擎 咱们从头细细来说 开头有说到 奥默默是夏威夷语 之所以由夏威夷人给它命名 原因很简单 是夏威夷的天文台最先发现的 这就要讲到泛星计划 泛星计划全称是 全景寻天望远镜和快速反应系统 由美国空军出资 差不多花了一亿美元 在夏威夷的四个不同地点 分别布置了天文望远镜 然后合起来 组成一个超级天文望远镜 可以覆盖到近四分之三的天空 通俗点来说 它就是专门用来观测 可能会撞击到地球的近地天体 包括但不限于 小行星、陨石或者彗星啊啥的 而且呢 它能够发现非常暗的 看不太清的小天体 能有效的为人类提前做出预警 哪怕不能拦截 最起码也有个死亡倒计时 是吧 结果2017年的10月19号 泛星计划里被布置在 夏威夷茅怡岛上的 哈雷阿卡拉天文台 刚一起用 就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看上去细细长长的 一个深红色的天体 也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 奥默默 距离地球很近 只有不到0.2个AO 差不多接近3000万公里 这个距离在宇宙的尺寸上来说 是相当近的 可事实上 游荡在地球附近的小天体 多了去了 整个科学界也大都见怪不怪 为什么却说奥默默不得了呢 因为通过观测奥默默的运行轨迹 从它超高的轨道离心率判断 这家伙必然是一颗星际天体 因此 它是人类目前发现的 真正意义上的 第一个来自太阳系无外的东西 咱们曾经聊过航海家计划 NASA在1977年 向太空发射了两个 带有人类信息的探测器 分别叫做航海家1号和航海家2号 这两个探测器 截止到目前已经飞了45年 距离地球大约200亿公里 但仍然还处在太阳系的范围之内 整个太阳系的半径大约两光年 光都要跑两年才飞得出去 你想一想得多大 以航海家号的速度进行推算 它们至少还需要 14000年到30000年左右 才能真正意义上的离开太阳系 所以整个人类文明目前 对于太阳系以外的物体完全不清楚 整个天幕到底是不是一张图影 都确定不了 而天外来客奥默默 主动从系外进到了太阳系 这种机会就属实太难得了 自然是要好好地研究 彻底地研究 结果后续的追踪观测 发现奥默默正在以超高速度远离地球 但回推计算出他的运行轨道 又得出一个惊人的事实 就在四天前 奥默默曾经以每秒80公里的速度掠过了地球 要知道地球围着太阳公转的速度 也不过才看看每秒30公里 所以奥默默的飞行速度极快 他在距离地球最近的时候 差不多0.16个AO 也就是说2400万公里左右 后来又经过进一步的计算发现 奥默默最初是在2016年 以大概每秒26公里的速度 从天晴座方向冲进了太阳系 直奔太阳不断地加速飞行 经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于2017年9月份接近了太阳 然后这家伙直接来了个近90度的大转弯 又开始往太阳系屋外的方向飞行 飞了没多久 就几乎与地球擦肩而过 整个的逃离过程又花费了差不多一年左右 于2020年到2021年之间 奥默默彻底飞出了海王星轨道 因此它整个在太阳系的八大行星内侧 待了将近四年 在这四年的旅途里 人类文明真正意义上观测到它 只有大概两个月左右 其中绝大部分观测数据 还都是来自于最初的两三周 之后就由于飞行的距离太远了 造成不太能观测到具体细节 美国后来还因此紧急启动了哈勃望远镜 对奥默默进一步追踪观测 但也仅仅只看了不到两个月 之后就彻底消失不见 可就在这两个月左右的观测过程里 科学家们是越看越疑惑 甚至一度好多位大牛人物都坚定地认为 这玩意儿压根就不是自然天体 怕不是戏外飞来的宇宙飞船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刚才有提到 奥默默先是加速飞向太阳 然后急转弯加速逃离太阳 表面看起来很容易理解 一个误打误撞飞进太阳系的天体 由于太阳巨大引力的拉扯 朝着太阳加速行进 最终引力达到峰值的时候 或许是受到其他星球引力的干扰 就比如木星或者水星 因为质量越大 距离越近 引力则越大嘛 相互作用之下 来了个急转弯 相当于说 把奥默默直接甩飞了出去 但事实上 观测到的奥默默飞行轨迹 计算回推之后发现 并非如此 本身奥默默的运行轨道 既不是弧行 也不是直线行 而是垂直运行 回转之后继续垂直逃跑 轨道偏心率接近1.2 属于双曲线轨道 因此 奥默默所受到的太阳的影响 十分的微弱 甚至可以说 几乎不受影响 感觉上像是 专门路过太阳系 不管路过的地方条件如何 它始终能按照自己规划的路线行走 这么一来 就会让人觉得 奥默默 莫非是带着什么目的 故意来太阳系跑一圈 收集完数据 又回去了 那岂不是说真的成造物了 其次来说 奥默默的形状十分特殊 整体呈现出细细的长条状 长宽比达到了惊人的10倍 咱们印象中的天体 大多数是圆形 只有比较小的陨石 才会呈现出不规则石头状 但也绝对不会如此夸张 而且奥默默并不算小 大约长400米宽40米 比一般的陨石要大 差不多刚好符合咱们想象中的外星飞船的尺寸 除了形状怪异之外 奥默默的运转方式也比较特殊 它并不是导致不动的在太阳系飞行 它自身也在翻转 而且翻转的相当复杂 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向转动 而是上下左右都在翻转 所以当时观测奥默默时 它整体呈现出一闪一闪的状态 闪烁的周期大约为7.3个小时一次 那么问题来了 一个薄片形状的不明天体 到底是什么力量在促使它 不停的匀速复杂翻转呢 目前还不得而知 其次 奥默默的加速行为也让人很难理解 你像咱们看到的彗星 大多也是处在加速状态 但往往彗星的身后都跟随着一条尾巴 原因是彗星上面的水 冰或者其他可蒸发的东西 在太阳光剧烈照射下 蒸发后形成了推进力 所以它才能加速 而且往往这种蒸发都是超巨量的 那么聚在一起就会反光 因此能够看到彗星长长的尾巴 然而奥默默并没有尾巴 但它却也在加速 而且轨道还固定 自身还翻转 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 它上面难道真的装有引擎 此外还有一个证据 可以作证奥默默装了引擎 一般在太空中 尤其是太阳系内 小行星所受到的复杂引力相互拉扯 科学家们是可以通过位置 进行模拟计算的 从而推导出 它接下来的运行轨道 可奥默默完全不理会这一套 从2017年10月19号发现 到2018年5月3号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奥默默实际运行的轨道 跟科学家们通过引力计算出来的轨迹 偏差达到了10万公里 虽然在宇宙尺度来看 这个距离差的不算多 但这就很不符合现有的引力计算公式 只能把这种现象解释为非引力加速度作用 意思就是说 奥默默的确受到了推力影响 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 奥默默并没有尾巴 他到底受到了什么推力呢 尽管以目前人类的科技 并不能捕获到此意犹的奥默默 他是通过奥默默反射的光谱进行分析 就能大概判断出奥默默表面的材质 而奥默默主要反射红色的光 据此进行猜测 奥默默表面材质大概率是有机物或者金属 再结合考虑到 奥默默在宇宙里飞行了至少三四千万年 10比1的狭长形状还不停的复杂翻转 过程里居然没有折断 那么就不难判断 奥默默的表面很大概率是金属材质 而金属是宇宙里比较罕见的东西 在宇宙里最常见的是氢、氦 这些元素周期表排在比较靠前的物质 怎么就能产生一个长条形的金属棍 或者金属薄片呢 细思极恐 越想越像是刻意制造出来的东西 关于奥默默到底是从哪来的 为什么来 这暂时是个无法解开的谜团 但根据奥默默进入太阳系的轨道 天文学家们进行反向推测 猜测奥默默可能是来自距离地球大约163至277光年的 船底座的某一片星云 在4000万年前的某一天 奥默默被一颗行星抛出 也或者被那个地方的智慧文明故意发射出来 初始的飞行速度大约为每秒1到2公里 就这么一路上不断的加速 一直飞到了目的地太阳系 待了大概4年左右 搜集完数据 转身又开始往回跑 奥默默的出现和离开 一直以来在天文学界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热议 最主流的观点由NASA带头 还是倾向于认为奥默默就是一颗系外的小天体 类似于彗星 但始终无法解释奥默默的独特形状 运行轨道以及它加速的动力源头 于是以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 亚伯拉罕·勒布为首的一众科学家 坚定地认为奥默默就是一颗造访太阳系的宇宙 飞船 勒布博士不仅仅是天文学家 还是一位很出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曾经跟霍金一起研究过黑洞 退一万步来说 能在哈佛大学担任系主任 权威性可想而知 勒布博士还进一步提出猜测说 奥默默很有可能是一艘太阳光帆飞行器 大概解释一下太阳帆技术 是一种理论上存在的 利用太阳光的光压进行太空航行的技术手段 相当于说光照在你身上就形成了推力 目前以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暂时还无法实现 勒布就提出说 奥默默之所以是个长薄片的形状 还始终被一个力往一个方向不停地推进加速 就是因为奥默默本身就是一张巨大的光帆 而且根据观测可以发现 奥默默的表面亮度很高 至少是其他小行星或者彗星的10倍以上 这说明它的物质组成明显跟普通天体是不一样的 一般天然形成的物质不会这么的亮 因此足以佐证奥默默是智慧文明创造的东西 在光帆的原理下被推动不停的加速飞行 因此才没留下类似彗星的尾巴 为此勒布还专门写了本书 书名就叫《天外来客 地球之外智慧生命的首个迹象》 虽然勒布的关联能够完美解释 所观测到的关于奥默默的一切异常数据 但毕竟外星文明从来没有被证实过 再加上勒布本身从长时间的研究太阳光帆技术 于是就有人质疑他 此行为纯粹是哗众取宠 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加关注太阳翻技术 以及购买他写的这本书 事实上不管勒布的初衷是否这般 但经此一事 他的太阳翻技术项目确实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但后来 基于勒布的观点之上 又相继有科学家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 这位也是个权威人物 来自澳大利亚科研大学天文学研究所的史蒂芬严格教授 他的想法很简单 你既然说奥默默是造物 那么奥默默上面就一定存在无线电信号 因为要传输数据嘛 于是史蒂芬教授利用莫奇森宽裕望远镜追踪分析了奥默默 但结果检测了两月 奥默默并没有发出任何无线电信号 因此史蒂芬教授认为 奥默默在接近太阳时加速 以及逃离时加速 虽然确实不太正常 但应该只是其中的某些隐性因素 并没有被人类科技感知到 而并非说一定有个推力在促使他加速 此言一出 以乐目为首的一众科学家又停不下去了 你不能老拿隐性变量来说事 在量子力学争端时 就老说隐变量隐变量 有本事你就拿出切实证据 双方你来我往 始终对此保持争议 谁也不曾服过谁 对于奥默默本身的定性 虽然存在很大的争议 但毫无疑问 奥默默的造访对人类文明意义重大 弄清楚奥默默的实际情况 或许可以让咱们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宇宙 那么怎么才能真的搞清楚奥默默的所有谜团呢 很简单 拍个飞行器追上他 拍几张照片看看不就啥都清楚了 要真的是拍到一个巨大的引擎 或者拍到任何符合造物特征的东西 就比如规则的建筑群 哪怕只拍到一个窗户 也能证明奥默默的确就是外星飞船 于是就有一个由天文学家 物理学家 大学教授 航天工程师等等大牛人物 组成了一个非常权威的叫 星际研究倡议协会的组织 顺势向NASA提出一个计划 预计在2028年的时候 太阳系内的地球金星和木星 会处在一个合适的角度 届时可以发射一个 类似星视野号一样的探测器 直接给发射到金星的轨道 利用金星的引力弹弓效应 给加速弹回到地球轨道 然后再利用地球的引力弹弓效应 直接给弹射到木星轨道 最终呢 利用木星超大的引力弹弓效应 再来进行最后一次超级加速 完事了后调整方向 直奔着奥默默去追 据说呀 预计在2050年1月29号 理论上就能追到奥默默 届时拍个照片传回来 一切不就全都清楚了 从技术上来说 追上奥默默是完全可行的 但问题是 追上的时候已经飞得太远太远了 能否控制探测器着陆在奥默默上 或者说近距离拍了照以后 能不能顺利传输回来 这才是技术问题的关键 毕竟发射一颗探测器 成本都是以1亿美元为单位的 也不能瞎花钱乱发射 是吧 NASA对此表示呢 确实有很认真地考虑过 要不要去追奥默默 但最终追还是不追 暂时还没下定决心 我个人立场来说 还挺希望NASA在2028年 真的发个探测器去追奥默默 这事光听起来就相当的科幻 而且真到了2050年追上的时候 或许人类科技又有了突破 超远距离传输信息 已经不是问题了呢 是吧 哪怕NASA为了这个计划 全球公开募捐 我一定一定会献上绵薄之力 细算下来 2050年的我 差不多56岁左右 我坚信 那时的我仍然会为此 激动的跳起来欢呼 好 本期先聊到这里 最后一句话 感谢各位辛苦听完 没点赞的朋友 还烦晴 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5万分 感谢 下期更精彩 拜拜了各位